记录生活,分享美食 大家好,欢迎来到玉山坊美食生活 今天我为家人做的这道小菜 是很普通又很有特点的野芹菜炒肉肠 初春的4月 冬眠过后的小菜园开始醒来 耐寒多年生长的野芹菜 已经绿油油的一片了 虽然我有储存的方法 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它 但春天第一茶的野芹菜 还是最鲜嫩,最让人期盼的哟 说起野芹菜 它的营养保健价值非常的高 它的树洞储存方法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有介绍 野芹菜的吃法也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因为它除了具有一些西芹,糖芹的特点外 还具有了独特的山野的清香 我一边采摘一边想着 今天晚上是用它来炒鱿鱼呢 还是用它来炒之前鱼豆腐的视频中做的鱼豆腐呢 摘够了一盘菜的量 拿回家中,清洗干净后 放入水烧开的锅中煮上两三分钟 鸡尖要翻动 使它受热均匀 因为野芹菜太嫩了 所以当水再次要开未开时 取出来,把野芹菜放入冷水中浸泡五分钟 然后捞出来,轻轻的挤压一下多余的水分 但不要挤压的太干 接着切上几刀,装盘备用 这是我从冰箱中取出来的 之前朋友送来的自己做的肉肠 把它切成稍厚一点的片 装盘备用 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把肉肠先放进锅中 这种生的,略带微辣的 并且香味浓郁的肉肠 在煎炒的过程中 它自身的油会溢出来些 使得这样的肉肠吃起来香而不腻 同时又弥补了野芹菜所需要的油 当肉肠炒至八分熟的时候 把准备好的野芹菜放进来 再可以加入少许的糖和盐 调一下味道 再翻炒一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它是普通的一盘家常菜 很受欢迎 但它又是不普通的 兼食药两用的一盘美味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